当会员的支持与 支持与呵护之下 当选了这届的会长 本人将秉持我们前会长的奉献服务打拼的精神 继续为青少师写下更美好的一页记录 落实私自精神 推广宣导服务的精神 在这本人定下未来期许的目标跟方向 并且努力实践 第一增加本会的曝光率与知名度 对外拓展公关的能力 建立人际关系与人爱 学会与人的沟通能力 第二与国际友人的交流 发展国际的新观念 三落实会务推广的确实性 稳定会里组织的延续 是凝聚会员之间的向心力 与情感的联系 我相信目标的奠定出来 便是我们进步的动力与方向 努力的将以上的试点做到 将是我今年任内的重点与方针 所谓没有繁星 就不能成为满天星空的灿烂 没有捐滴的水流 不能汇聚成壮力的瀑布 所以在这期许 我本会的新内阁 与我一起打拼 也期许 其他的先进前辈们 能够对 对我们这个小狮子 会更加的疼爱与照顾 并对我本人能够不吝啬地 教导宝贵的经验和体系 定针